我们多数时候都在思考这些生活中琐碎的事情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体会到佛法所说的喜悦 佛法所说的喜悦就是心开了之后 自然而然所涌现出来的 不是从外面来的 外面连个地方都不用换 怎么又没人关心我了 我肚子痛啊 我腰酸啊 怎么没人知道啊 你开会宣传一下嘛 大家都知道嘛 知道怎么说 哎呀你这么累你去睡觉吧 你去休息吧 我们感觉很安心 如果你在一个没人的地方怎么办呢 自己安慰自己 痛啊喊啊也好的 反正大家总有发泄的方式 可是菩萨他这样去做也值得我们参考 叫以病为药 什么意思呢 就是哪怕像生病了 他不想自己的病 他想还有比我病更重的人 相比之下 我这点苦算不了什么 进而他会这样想 来吧 所有跟我一样病症的人 那个苦都让我来受 让他们的病都很快好起来 有人说傻了吗 这下不是更苦吗 那些人真的会好吗 你别急嘛 就是这么想想而已 这么想想就赚到很大的功德 那些人一个都不会好 但是自己呢 马上免疫力增强 想一想 我这病得太直了 我这一病就代替很多人受苦 菩萨就这么发愿 发愿就是想 愿意这么想就叫发愿 各位 它是一种心理习惯 学佛同修常常听到发愿一说 总认为拿张纸上面写着一大堆发愿文 跟着念念叫发愿 那叫照本宣科 真正发愿就是我愿意这么想 一点都不复杂 我每天愿意这么想 我念念愿意这么想 好 那个动力啊 它就源源不断 你说这么想病会好吗 没想要病好与不好 就是借这个病 来提升自己境界 凡人 马上想的是 观音菩萨你慈悲吗 帮我病好了吗 好了我好怎样去帮众生吗 说得很好听啊 好了之后跑去卡拉OK了 你说没去卡拉OK啊 到处去游山玩水了 还美其名曰参学 愿意为众生用这个健康的身体 去做更多事情吗 当然 这么想可以理解的 因为凡人都在意自己的感受 可是话说回来 我们就是被感受所困 所以现在 就是要善用这个感受 不要被他困 佛法就是心法 心法是什么法呢 心法就是怎么用心的方法 所以会学佛 会修行 就是学着怎么用心 的人都在意自己的感受